好 还要来看到是俄罗斯的外交部在推特上周发布了一则消息 指责的是美国还有乌克兰正在秘密进行深化武器的研究细化 而且还说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在军事行动当中找到相关的证据 但是就这么刚好 在同一个时间点 乌克兰当局从俄罗斯军队所缴获的武器 意外发现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防毒面具 好 难道普丁真的要打所谓的深化战吗 这是根据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您可以看到这个贴文一出 防毒面具的照片一出 不少网友都说真的还是觉得有点毛毛的 好 但是近来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的健康状况倒是备受外界关注 好 我们要告诉您的 这是根据了英国美日邮报的独家报道指出了 西方国家五眼联盟私生情报人员 特别引用的是克林姆林宫的关系密切消息指出 普丁很可能最近他行为很怪异 原因是很可能是因为失智或是帕金森自证所引发的脑功能失调 或者是他在接受所谓的癌症肋固醇治疗所引发的肋固醇癫狂 而另外根据这个西班牙媒体的报道指出 其实他把过去普丁跟现在的照片来相比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有一大段的落差 他以前看起来比较精实 比较高瘦 现在已经不是了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勇走 而且透过这个照片可以很明显 看得出来说他好像非常害怕与人近距离的接触 主要就是因为上个月的时候法国总统马克宏会晤普丁 但是两个人坐得非常非常的远 是坐了相隔四公尺的长桌 因此报道当中特别指出了 其实自从这个COVID-19大流行之后 普丁似乎拒人于千里之外 好 现在还有不少的知情人士也说过去五年左右 其实整个普丁他的决策过程都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 他周边的人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说 他的说话方式好像有一些改变 因为他的言谈还有对周遭世界认知的说服力 还有清晰度都很明显的在做改变 好 这名消息人士还透露说 其实普丁他是缺乏一个赴回馈回路 也就是说没有人告诉他侵略乌克兰失败的部分 使他没有办法思考来清楚的思考 但是对此美国白宫的新闻秘书莎奇他说了 他说我不打算对普丁的精神状态来做一些评价 但是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 普丁他的行为举止还有用字潜词 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忧 当然现在外界不断的来揣测普丁的健康状况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他直言说 这个大家笑笑就好了吧 同时他也说俄军低估乌克兰的军队士气很低迷 而且没有预料到陷入巷战的情况 但是如果这个俄罗斯的军队改变战术的话 未来两周的伤亡很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惨烈 另外这个时事评论员黄伟翰他认为说普丁的行为是非常的疯狂 但是他本人未必已经疯狂 这也让他特别想到了这个盲眼龙婆的预言 没有人可以阻止俄罗斯 全世界将什么都不剩 只剩下俄罗斯的荣耀 当然现在外界不断的揣测说 这普丁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因为他走路的时候 右手臂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说 看起来好像有点僵硬 难道说是中风了吗 但是有一些医学的专业人士就说 很可能这个就是中风或是帕金森士胜的迹象 不过要告诉大家荷兰的研究人员却告诉你并非如此 主要是因为跟这个普丁 他常年接受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就所谓KGB杀手训练的本能表现有关 他说其实这个KGB的特务被指示 把武器就放置在右手臂靠近胸口的地方 只靠另一侧 通常是左侧前进 就能够在面对敌人的时候 用最快的速度来把枪 当然透过这些报道就可以指说 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普丁的心理 还有健康状况都是蛮关心的 但是欧美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现在大家都说和普丁很亲近的寡头巨腹 真的是人人自为 因为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要告诉你 又出现一位受灾户了 他是俄罗斯化肥大亨名下的超级游艇 要价新台币164亿元 目前停泊在意大利的港口 但是已经惨遭冻结扣押 而乌战火炎烧了许多俄罗斯富豪 全被扫到台风尾 这辆超级游艇名叫SYA 是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帆船游艇 造价台币164亿 船身长度143公尺 三只船杆高度 更是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 和英国的大笨钟都还要高 整艘游艇总共八层 有山降机和浮动螺旋楼梯 游艇上配备篮球场 甚至有水底透明舱 可以观赏海底生物 但偏偏主人是俄罗斯化肥业富豪 美里尼清科 导致这架超级游艇 在意大利惨遭扣押 暗夜中意大利港口警车来来去去 警方人员登艇盘查 游艇遭到冻结 而乌战火从战场延烧到商场 全球相继对俄罗斯寡头巨富 祭出制裁 目前至少有五艘俄罗斯巨富的超级游艇 惨遭没收或是冻结 这些和普丁关系密切的富豪 人人自为 大家都想找地方藏钱 就怕毕生财富跟普丁绑在一起 会落得一穷二白 彭博社跟报道 就连号称中立的瑞士银行 也配合美国对俄罗斯制裁 现在还没被列入搜查范围的 就只剩部分国家的自由港区免税仓储 而乌战火不歇 这些超级富豪 恐怕也要夜不成眠 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两国之间发生了这个战事 在国内有民间团体 昨天这一天动员了上千人走上街头 要来游行深渊乌克兰 不过呢 其实这个战事也引发外界 对于台海的局势关注 英国媒体BBC点出了 俄乌战争很可能会影响到 台海未来的关系走向 如果大陆想要武统攻台 时间点将会推迟好几年 高唱乌克兰国歌民众手举标语 穿着反战T恤要深远乌克兰 乌克兰加油 海外支持乌克兰 民众也对战争有感 民众担忧 大陆趁机对台武统 但英国BBC针对三项议题询问专家 认为俄乌陷入僵持 反而会让武统急迫性推迟 因为陆方可能还是比较期望 台湾自愿统一 只是台海真的发生战事 美国是否会派兵协助实在很难说 他的国防预算到目前为止 已经调升了206% 中共他发动战争绝对是不齐代价 可是他不能接受的是风险 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争 他可能会面对极一体的制裁 军事专家认为大陆一直都有武统计划 但要实际行动恐怕没这么容易 不过台湾想避免战争 也得做好防律准备 但想靠美国协防恐怕不序 上上策就做不到 防疫期间要推荐给大家使用我们这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